因為登島的遊客呢 Selina本身非常的喜歡他 很帥啊 你介紹他出來吧 艾瑋 艾瑋哥 來 你愛他吧你 Selina 來 各位歡迎 歡迎歡迎歡迎 歡迎我們進行導演 艾瑋 台灣知名演員 曾以花系列演出 成為當頭一線小聲 而今天他 可是帶來重量級的古董珍藏哦 我們這邊 好好好 這個當然非常的明顯是您帶來的東西 是是是 他是 他是一個關世音吧應該 當然 我只是說 這是木雕 怎麼得到他了 他是紫砂的關世音 紫砂 我是因緣際會 我一個好朋友他開家事店 對 他在89年的時候 1989年 他到疑心下了九尊 不同的關世音佛像 他賣掉了八尊 就從那個時候一直放 放了十多年 後來他的家事店 他要收拾 收掉 就打電話跟我說 所以這尊一直沒有賣掉 對 他問我說他有個想送給我 說一個關世音 他本身我是沒有宗教信仰的 我說你給我一個關世音 我要幹嘛呢 我又不會敗 我說你有敗過嗎 他說他沒有敗過 我說那沒有敗過 我可以來看一看 結果一去看 我覺得挺好的 很舒服的 很舒服的感覺 他的做工 因為我在大陸疑心也拍過戲 我很少看到他的做工是 他很朴濁 他濁濁對 濁濁的 他不是很降氣 他很舒服 紫砂到底是什麼 這我就不知道了 這要問專家了 紫砂是我們在疑心地區 它是一種礦石 把它磨成那個粉 把它做成了一種 那現在紫砂我聽說也靜開了 沒有 因為他後來發現到 他是在高科技用的一種營料 很耐高溫的 所以他現在都在航太工業 被美國人把這個 這個 熔斷了 對 被他買走了 所以現在我們很少看到 有一種 一般人沒有辦法買到 就現在拿來做這個 市場流通的 太浪費了 說實在 就是做這個 應該就是他們國家的考量 對 早期一些工藝師 他們有存下來的一些營料 這也沒有再新的出來 這可能已經沒有再新的 沒有了 沒有再新的 感覺已經絕拔了 已經絕拔了 值錢了 值錢了 對 所以紫砂 現在慢慢的就是水長船高 你在這個地上多少水壺 對啊 對 放這個 如果要做茶壺的話 要做多少 對 像百個吧 蔡老師怎麼判斷 他是不是紫砂 好 我來看 好 希望是 不要亂講話 仔細看 看了以後再告訴你 OK 老師 你看 看紫砂 其實即便他是紫砂 但是也要看是哪一 是不是哪一位專家 哪位工藝師 工藝師 他做的 工藝師做的 我也不知道 名家他的價值更高 會有落款 對 他有落款 在這邊就有一個落款 真的假的 我從來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有一個大款 一個中款 一個小款 很多款 我不曉得 但是 但是這個款很模糊 它寫一個中國儀星 這個小款 它根本就是蓋一個章 已經不曉得是什麼人做的了 很模糊的 一般來講 名家款 他蓋的款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清楚 OK 對 可是我看得很清楚 對 我發現到 因為它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發現到 真的假的 因為它已經不重要了 你講 來 來 我要教你們你們看 你們注意到 你們注意到 後面 後面 你看刷子刷的顏色 它的顏色是上色的顏色 所以它不是紫紗的顏色 其實我也有發現一個點 其實它仿這個紫紗 這個人也很誠實 如果我們看一下它這邊 它有一個荷葉片已經掉了 然後它就露出它原來的顏色 對 還整個郭靖老師 它這個也不唸人 這邊有 一般淘土的顏色 告訴你原來的顏色 他已經講了 它這邊沒有上色是吧 對 你說這邊掉一片 原本淘土的顏色就露出來了 這顏色就不是紫紗 艾瑋瑜有幾年你們看到這一點 我沒有 我根本沒有看 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我從來 後面有這個我都沒有看過 真的 我不會去研究它 要小心 還有你看 這個地方 你看 它這個顏色 還有顏色塗到 對 它塗這個角 塗到旁邊 真的還這樣 好棒 所以它 它是 它其實做過有點酥 還好啦 它送你的吧 對啦 我們當作它是一個 心情衣服 一件 朋友的友情 對 漂亮 好 這樣好 接下來 艾瑋哥有帶來一些 真的東西來了 什麼 沒有啦 艾瑋哥的真品啦 真品啦 歡迎陳琳 都不是那個女的 不是那個女的 都希望是那個女的 不要不要不要 誤會不是那個女的 艾瑋哥 今天要拍賣的 就是他收藏多年的古董櫃 希望這間寶屋 會是獲身價值的古董來著囉 艾瑋哥 我現在有點緊張 艾瑋哥現在心裡有點 然後坐雲霄飛車的感覺 這一定會起伏 我對這間我也沒保護過 你也這麼說 書弟你覺得是廢物這是保護 對不對 我從來沒把它當廢物 正式介紹一下 古董櫃 我當然也是認為它是古董櫃 因為我當初買的時候 是一個朋友他在那個 開店 開店 又有朋友開店 那個是家事店 這一個是真正是古董店 然後他結束營業的時候呢 又是結束營業 又是結束營業 他是不是有一個開家事店的朋友 一起結束營業 沒有沒有 他之前在華視旁邊開了一家 然後他要結束營業 看我就選了七件 我選了一件這個 一個貢桌 一個大概六尺的大樹桌 兩個民視椅 兩張獅椰 不能講獅椰椅 就是沒有 沒有背的 沒有以背的 那種獅椒椅 是 我買了七件 那個時候我花了快二十五萬 七件二十五萬 這個便宜其實現在算非常便宜 不少錢啊 買了二十幾年前 是算便宜的嗎 我買二十幾年前 二十幾年前的 可是你買很多的件 這貴了 二十幾年前 那我們現在就要請增加 對 一定要請增加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 來 這個裡面好好看喔 好 但是我看它的連繞很細耶 木頭應該是 可是它有七的顏色 好 這就是軟木 軟木就比較沒那麼仔細 對 它的弓也不錯 它大概是民國初聯的東西 可是咧 可是咧 它後面的木頭它有爛掉 有銅柱的柱孔 是 木頭我們最怕的是有銅柱孔 對 雖然現在我們看到沒有蟲了 可是蟲它的殘落 還有活那麼久嗎 對 軟在裡頭 你是殺不死牠的 你說有銅柱的蟲軟 有 但是老師 如果你收藏二十多年 按道理的話 如果有蛀蟲 不是應該 對 我剛剛說的蟲死掉了 而且從我家搬過來很遠 蟲已經死掉了 軟還在 可是那些這種隱憂 你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那個軟會在哪 軟還可以活落 軟還可以活落 我曾經 那你這樣恐龍就可以再生了 我自己收藏了一件活像 木雕活像 就是有柱孔 李老師你是不是有買過 類似一樣的蟲 對 我家裡其實有這種 漁木的那種羅漢床 然後那個羅漢床 就是保持得非常好 那其實我買這個木頭 有個方法就是 你在買來之前 你要先做除蟲 你要先去做這些處理 你可以請有一些專家 會上面幫你處理 要不然那個蟲 你怎麼處理都處理不完 木製家具的保養真的很重要 木製艾瑋哥 這件歷史悠久 卻遭重駐的古董櫃 到底賣不賣得出去呢 這個大概就是 當時五萬五六萬 但是我曾經在高雄幫朋友 帶他去看過一個古董 古董說 椅子 好 椅子 你剛椅子 就買了五萬多塊錢 但是看什麼材料 但是保存能力很好 材質有關係 其實保存比我度還差 啊 那很差 應該這麼行 這個問題是他可能 修股過年 對 修股 做蟲 其實這種東西 現在市場上還蠻多的 對對對 多 而且是 軟木 漁木 對 漁木 價錢其實沒有辦法高上去 你是不是價錢 對著鏡頭說 好吧 那我們也就出個六位數吧 十萬 零一塊 謝謝 這屆名出的古董龜 能讓買家拋出十萬元嗎 艾偉二十年前 以五萬元買進的古董龜 買家們 會喊出什麼樣的價格呢 現在要看咱們那邊的價錢吧 那就請我們的 我們常不忍睹 Super buyer 把我們的這個價錢翻過來 一 二 三 請 價錢差不多 一萬 少了一個零是不是兩位 沒有啊 算得很清楚耶 蛤 其實我會寫這個價錢 為什麼 國際老師為什麼 我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最近鞋子買太多了 我想說回去以後 在裡面給他隔個三房四廳的 當鞋櫃 鞋櫃還不錯 這個拿來放你的 巴比娃娃OK嗎 巴比娃娃會不想禁止 我是想罵的 他應該要新潮一點 要有霓虹燈啊 或者這個 國際老師 我們隨便到個家居店 買一個 三甲板木頭樁的一個櫃子 八千塊 可是這個放在現在的家裡 你會覺得很難擺進去 因為它很古董 你這是個奸商啊 又很難 可是呢 這比我的產品 它又是一個古董東西 我們又可以擺一點東西 所以我想了老半天 我想擺在後陽台 奸商 擺在鞋子 應該也滿好用 不跟天商溝通 我跟你講 因為我剛剛跟他們兩位老師 大概聊了一遍 因為他們說 像這種民國初年的東西 我剛剛問他們 他們說 就算這個東西 因為這被修修補補很多 還有蟲的問題 我問他說 如果這個東西是完整的 沒有修補過的 然後這時候民國初年到現在 大概值多少錢 他們答案是 三萬五到四萬之間 我跟你講 我現在很難回家了 因為我曾經跟我朋友吹過牛 這怎麼得了現在 你怎麼吹的 我就說我這個東西很棒 是一個古董的書� 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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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棒多棒 結果現在變一萬二 不得 然後他還說 艾瑋你很傻 老實說 比這個完整才花三萬五 三萬五到四萬 我先問問兩位買家 有沒有願意就是說 看看艾瑋哥的份上 加一點或是說 不遲接來時 不遲接來時嗎 除非加個零 不加個零我是不會賣的 這個有點為難 因為我還要請一部 小八財載回家 要兩千五 這樣再加下去 他排車我 車錢我出好不好 看來在價格上 真的沒辦法如艾瑋哥 所想的那麼高呢 只能說 這次非常謝謝你 特地的來登島 但還是再請你 助量小發財 把他好好的再載回家吧